一直都會去挑戰我自己 然後我喜歡就是持續的去突破 我自己的一個極限 越是極限越想挑戰 如果說浪大一點的時候 看旁邊你根本沒有在往前 你就是一直就是原地滑水 即使被浪打趴 不怕再來一次乘浪而起 浪人常常在講說Stalk這個字 其實不要只是說第一次 第一次站上去板子有這個感覺 只要浪很好我們就站在板子上 其實那個感覺一直是重複會有的 是快感也是成就感 曬了一身金黃銅膚色彈衝浪 眼神亮了起來 她是國劇董事長陳泰銘 最疼愛的大女兒陳少喬 華盾商學院畢業 還在紐約金融圈打拼過 甚至愛上衝浪 搭地鐵就過去衝浪 那我一衝浪其實就很喜歡 這是兩年前我去法國ISA 世界警告賽的時候 秀出衝浪畫面 難掩興奮17歲就拿到馬術第四名 25歲學衝浪 不到三年就拿下衝浪女子冠軍 還代表國家隊比賽 衝浪基本上就平衡感吧 然後核心啊 核心要很強 我會去健身房 然後教練會幫我做核心的加強 那平衡感這個東西我覺得 天生的 天生的 對啊 30歲的她決定要與眾不同 我主要在看就是說台灣缺少這個資源 去支持這些年輕的選手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在想說 我還不如就組一個衝浪隊 然後大家一起去實現這個目標 為了目標放下身段 親自找贊助 父親國劇創辦人陳泰銘 還給了他中骨 他比較跟我說要去想的地方是 我要想說如何去把我這個衝浪隊的價值 創造出來讓他能夠變成一個 永續經營 那我得想說我要怎麼去 commercialize這個團隊 只是衝浪環境還不成熟 國家隊的目標是壓力 也是進步的原動力 找到你的熱情 就是要努力和勞力 東森 財經新聞 張惠清 余巡 李玉哲 何昆元 台北採訪報導 我幫你完成了 我幫你完成了